看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愿所有众生消除罪业一语千结 当然为了帮助众生消除这么多的罪业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精进 那刚刚有问了两个最重要 第一个 各位是不是菩萨 这个要承担 对别人而说我们不敢说 但对自己内心里面要坚定 在别人面前我们能力不够 小小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了 要很谦虚 但是对自己就要自我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我一定要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真实菩萨 那如何做真实菩萨 当然各位要深入精障闻思修 不然呢 你就会觉得说 我这样就对啊 我就是这样做啊 然后因为这个菩萨就不能有自己的看法想法 那闻思修那就是要按照佛陀的思想行为 这样来调整自己 但是对别人我刚刚讲 因为我们实在是做得不好 所以就要非常的谦虚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也怕骄傲 骄傲 这一骄傲啊 比如说你吃树啊 对方吃肉啊 你对啊 对方可能错啊 那你就会觉得 对方这样不好 那这个不好 那就失去菩提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就已经排挤了对方 有一个对立 有一个高低 有一个傲慢 所以做菩萨 是一个众生的仆人 众生的奴隶 所以唯有所有众生都离开痛苦了 我们最后一个才走的 就像作为一个老船长 只要船上的人还没有下船 最后他可以守着船而死 这是他们的光荣 真正以前的船长是守船而死 这个才叫光荣 而不能自己先跳出来 当然我们做的菩萨就是这个意思 以地藏王菩萨为基本 最后一个脱离轮回者 以观音菩萨为榜样 哪里有苦难 我往哪里去 所以以文殊菩萨为学习安忍 这个忍不是所谓 很多人把智慧认为 我比你聪明高高在上的想法 这是错的 那个普贤菩萨的安忍 它是一种绝对的承受 所有众生的苦难 所以它叫无尽葬愿 实无尽愿 所以永远你对他好伤害他 骂他 毁谤他 他都是为了要让你发菩提心成佛 所以执事所有众生 不可能说地藏菩萨已经去成佛了 文殊菩萨还在做菩萨 不是那个意思 实际上他们都找成佛 但是为了让我们学习 视线这种都是最后成佛的 所以叫清凉地的意思是 这么冰这么冷 它还是保持内心的清静接受 所以这个叫清凉地 所以空性的清凉地 不管对方如何伤害我们 我内心要先恢复 完全的平静安忍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 当你被伤害被毁谤的时候 你很想要去处理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先问自己 心平静了没有 心是不是全然接受了没有 如果你还有分两边分三边 我是站在印尼想 我是站在中国想 我是站在美国想 这个时候你又不平静了 因为你有偏一边 但是往往我们都是 站在这一边而忘了那一边 所以每一个菩萨的这种视线 文殊菩萨是用这种平静 清凉接受来代表空性 菩萨菩萨就代表 众生 借尽 众生 夜尽 我愿来尽 这种菩提心 这种精进永不退转的十大愿 菩萨菩萨早就成佛了 干嘛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视线自己 没有成佛 我还要去 要去依靠佛 所以文殊菩萨菩萨 到导规众生 到净土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不会说 我不用去了 你们去就好 这也是叫 菩萨是一切 视线跟你一样 叫同视 你苦我也苦 视线 我比你还更痛苦 而不排斥痛苦 所以如果排斥痛苦 那就不是菩萨 所以 普贤菩萨这种愿 所以事实上 我们做菩萨 这个四大菩萨 都是我们学习的 各种不一样的方法 来表达菩萨的愿力 所以我这样解释 各位就要去 内心里面 要很自我要求 哇 佛菩萨这么伟大 我一点都没办法 但是我一定要这么做 这个叫菩萨 但是做出来 当然是有问题了 当然不圆满 因为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像我们这样在办法会 老实说 我们战品诗也是第一次唱 我们战乐法师 战日法师 也都是第一次念 但是我们都是尽力吧 但是末法就这样 已经不错了 但是大家都保持谦虚 谁都会弄错的 谁都会 但是就是利用这个来降服自己 来谦虚 千万不要说 我就跟他说了 不听我怎么办吧 然后呢就马上又挡回来 那你就不谦虚 你就进步不了了 所以我想 今天就是老和尚叫你去做事情 你已经很认真了 他还跟你说 这样不好 跟你要求十次 就像人家跟你买东西 你都快翻脸了 你要不要买啊 那这个就 那你就失去菩萨的心态 所以做个菩萨 那各位要有这种愿力的 智慧的 慈悲的 安忍 所以这些忍 最后你才可以真正 完全的有空性 来圆满你的大慈大悲心 这样才叫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来说菩萨界 所以才会问说 那各位是不是菩萨 那既然你想要做菩萨呢 那你就要发起 骗一切友情的 无上菩提心 今天你的妈妈生病 你家兄弟姐妹 穷的穷死的死 只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 妈妈到死 那就是我们自己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就是说我要对法界 所有众生 都要为他而尽生命的责任 直到他成佛 要叫九法界众生都成佛 这样也才是供养如来最好的方法 所以佛经在说 真实为众生发起慈悲菩提心 才是供养诸佛最好的方法 那既然我们愿意做菩萨 那就一定要真实 负起这个 承担所有众生苦的责任 你不能再 所以为什么说 真正的菩萨是出家菩萨 因为他连爱情都没有了 欲望都没有了 金钱都没有了 所以连这个我像都没有了 他完完全全 真心的去奉献给诸佛菩萨 去奉献给众生 伟不伟大 太伟大 那各位就是准备做这个事情 伟不伟大 给自己鼓掌一下 这个是整个佛教教育的 唯一的精髓 就是佛陀成佛是要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发成佛的菩提心 佛可以成佛 众生都可以成佛 佛也下过地狱 佛也为了财产 杀死自己的弟弟 佛也为了报复 那么杀掉人 佛也为了强奸女人 骗他 甚至把这个女人都嫁祸给 一个修行人 佛陀说 这个是人在无名的过去 都会有这些 但是听闻佛法以后 发起了菩提心 就累结了 这样来征服自己的贪嗔 消除自己的恶业 还要三大二生气节 累积各种资粮 最后才能够成佛 来真实的圆满这个愿 去帮助众生 我们现在只能说 发起这个心 但是呢 就像你是个医学院毕业的 然后人家找个病人给你 我终于可以做实验了 结果把病人给实验死了 但是 但是 问题是 要很谦虚 不然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虽然你是一个实验者 但是你要随时依照教授所讲的 去帮教授一直指挥你 不然你要按照自己的 有可能是按照我们的我执分别 我认为这样 我认为这样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修行人 生且叫合合重 合合就是要跟真理 跟三宝 跟团体 合合 所以为什么各位穿一样的衣服 甚至正式出家 全部都一样 要离光头 穿一样 一起 就像各位这几天 我们是比较自由一点 如果正式他们在到场 短期出家 三点半就起床了 三点五十就要站在那边等 腾法师四点来开始敲钟 然后你会觉得说 像军人一样 这么压抑 连吃个 坐个椅子 都只能坐三分之一 能夹个碗 好像很严格 但是我希望各位下回 还是真正去参加这种 比较正统的 修行方法 但是也有好处 也有缺点 有些人真的做得很标准 但这个标准就产生什么 骄傲 马上就像一个老军人 在欺负菜鸟一样的 看不起别人 这个也要防自己 所以我想在佛教里面 各位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 众生是我头顶上的主子 等于是我的主人一样 我是永远卑卑驱驱的仆人 就像观音时心里面讲的 要这种卑下心 恭敬心 然后来做菩萨 来发菩提心 所以当然为了要发菩提心 那各位一定要深入精障 特别大乘经典 不然呢 我们不知道 那发菩提心一定要 断恶修善 忏悔不失 这个叫深信因果 如果你不忏悔业障 断烦恼 不累积广大的质量 那你没办法发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有两个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读诵大乘是属于智慧的部分 深信因果是属于福德质量的部分 就是要静障累资 要不断地忏悔业障 不断地累积资粮 最后呢 你才可以劝进行者 你还可以去引导别人 大家一起发菩提心 乃至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 那这个深埃规划 一定要规划 但是各位 我必须告诉各位 读一下 事情没有成功的一天 我想学佛是个过程而已 是每个过程我如理如法 结果事情失败了 随缘 为什么 连佛陀都没有成功 佛陀是留下这个法 而不是他事业成功的 所以 各位永远要记住这个 因为有成功这两个字 你还会骄傲 所以 没有了 除非法界所有众生 都成佛了 那可能这叫成功吧 但是 只是做一个菩萨 各位也不要急 有些人说 我一生要成佛 讲这种话 有时候也要小心 他就为了很自私的 去追求个人成佛的方法 而忘了 广度众生 他只想自己成佛 这一点是错的 所以我想 为了要成佛 释迦牟尼佛那一世 视线的是教化的工作 但是释迦牟尼佛 每一世都来投胎 在每一世视线 不一样的工作 就像有个人问我说 海道法师 佛陀时代又没有办老人院 为什么你们佛教徒 要办老人院 所以 我跟他说 那你这个想法 错了 因为佛陀说 他是化身之一 在不一样的时代 因缘 视线不一样 那一世是把真理 法留下来 把法障留下来 但是佛陀永远还在轮回里面 去度众生的 去视线的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各位发菩提心 你千万不要 一直说 我为了 我为了要成佛 而开始什么事都不干 每天打坐 每天修仪轨 每天念佛 不去照顾老人 老实说 像我们在这边受戒 各位 这几天的功能痛不痛苦 一下住这么多人 连清厕所都来不及 烦都烦死了 是他们伟大还我们伟大 对啊 这一点要记住 对不起 我要修行 我要修行 那个你们去做 你不可能做菩萨 所以我想 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 所谓空性是和合的意思 我们要感谢这些印尼的菩萨 我们要感谢我们出钱的 翁德勇家族 弄了一间这么圆满了 一开始我们就用了 他们都还在忙 还在出钱出力 我们已经在享受 还闲说 这个好像不够凉 好像没冷气 怎么没有餐厅 我们还在抱怨 所以各位这一点 要非常非常小心 随着发菩提心 你的心念要 要骗极一处的 每一处的都去关心他 就像外面写了这么多牌位 只要有一张牌位 没超度 还没有离苦 都是我的责任 要这样 各位最好三经半夜 不要睡 每一张牌位都去拜一下 今天 9月21号 是台湾之前的一个大灾难 那时候我也出家没有很久 我师父在那一天 也发生了很大的 他的劫难 就是我们九二一大地震 特别发生在我们中部的埔里 都是佛教的地方 很多寺庙都倒掉了 包括出家人也压死了 那我师父那一天 特别逃难逃到埔里 刚好碰到地震 他说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在花莲 也整个被震到根本没办法睡 所以来 发心受戒功德 回向九二一地震 所有死伤者 世界各地 所有地震 死亡人类 死亡动物 受苦有情 恩阿虎 同享功德 找得离苦 那我想地震的因 就是来自人类的对立 暴力 称贵心 所以因为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台湾 有一些对立 攻击出家人 被攻击的就是我的师父 跟我最尊敬的师公 而且攻击到非常不好听 所以因为有这种 无端的攻击 但是因为新闻 大家都认为新闻是对的 然后就会产生那种对立的心态 所以就会产生这么大的痛苦 而且是在佛教的地区 所以产生这么多寺庙的倒塌 当然 这一点我这样比喻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菩萨 你发菩提心 你的内心要很注意 因为你的影响力越大 你的心态越会影响整个世界 你起一念贪念 你起一念称念 你起一念傲慢 那这个世界就会产生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起一念善心悲心 这个世界就会马上进化 所以我必须告诉各位 各位受我们菩萨借由 你将成为你整个家族 整个公司影响力最大的人 你认为说不会啊 我都没有比他们有钱 他们是老板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佛法的力量最大 所以这一点我师父啊 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忏悔 一直忏悔 所以希望 因为这个自己的业力 也影响到大众 所以但是有这个共业 他只好来承担嘛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因为什么叫菩提心呢 就是你这一台卫星频道 已经跟整个法界卫星连线了 所以你坏掉会不会影响整个 会啊 所谓菩提心 它是心入法界 菩萨的心不是为自己为别人 它是整个心融入于法界体性 跟整个法界跟十方诸佛 乃至九法界众生 心连线了 所以就牵一线 则动全身 知道吗 所以菩萨发这个无量的菩提心 那你就时时刻刻在影响整个人事物 整个法界 所以那我们更要 依止的三宝 所以各位 刚刚很多人第一次拜九拜 为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佛法身 各位以后多在家里这样拜 好不好 九拜 希望十方三四一切佛法身 加持我 让我的心不离开正念 这一定要 做过发菩提心以后 各位更要谦虚 所以我师父也 跟我说 你一出家 要么就快点下地狱 要么就快点成佛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念 跟以前就不一样 以前你影响你家 你是公司的人 影响你公司 你现在要受菩萨 影响的是整个法界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 小心翼翼的 去体悟诸佛菩萨的心 所以这样以后 免得让自己偏鬼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现在不是事情成功的时间 大波瑞经学的 念一下 此事学识 非事证实 现在是我们谦虚学习的时候 不是我在体证 我已经证空心了 我已经成佛 不能有这个想法 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这样 学习的心态 所以不然的话 我们很容易希望别人认为 我哪里好 我哪里好 那这个时候 马上你的学习就停掉了 停止了 所以就不能进步了 那我们 愿意做菩萨发菩提心 那既然你讲发菩提心 就一定要受菩萨界 如果你没有受菩萨界 那就不叫发菩提心 那菩萨界有三条 好像三条 这个三就包含一切了 所以我们华人永远 三杯水三支香 了解吗 这个三就是叫我们 不要离开菩萨界的内容 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四度一切送生 永远不离开这个 那是因为一子三宝 而发起的三种心 所以 那这里面 我们要既然发菩提心 做菩萨 就应该学诸菩萨 一切学出 所有要成佛 做菩萨 该学的你都要学 菩萨要学煮饭 菩萨要学服务众生 所以我们出家那几年 根本没有时间看经典 就是每天都很忙的事情 连擦桌子都要重手学 节面背 少乐 这些都要学 因为你没有服务众生的热忱 那你看了很多经典 对你也没帮助 你会骄傲 所以菩萨是学习服务众生 所以服务众生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在做便当 各位在做电脑 各位在做贸易 各位在做法律 都要以服务的精神去做 而不是以赚钱的精神去做 因为这些都是服务众生的方法 千万不要说 很多人偏 反正我学佛 我把所有经典都学后 我就比别人会 但是他世间法 连这个面背都不会 连煮个饭都不会 所以连少个地也不会 那这样就不是要菩萨 所以菩萨学处 是世间法 出世间法你都要会 而且做个菩萨不要挤 医生 生月家 技术家 算命师 你通通要会 你如果有一样不会 就不叫菩萨 所以叫实名处学 你看文殊菩萨 什么样天力 占卜 文殊菩萨一流的 九宫八卦 所以在这些 各位 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以后 插花怎么插花 这张椅子好不好 各位做了几天好不好做 你要研究我 你要研究 你不能说跟我没关系 哪里没关系 这个普端好不好拜 如何如何你都要去研究 那如果按照经典 那菩萨应该修什么 清净的戒律 那菩萨的戒律 你也叫 无尽障戒 就是说 学不完了 因为佛陀制定戒律 是因为有事情发生 他才制定戒律的 所以这个世间 有无量无量的事 有八万四千烦恼 如何来帮助众生 断除烦恼 这些你都要学 所以菩萨戒的内容就是 不要伤害到众生 怎么会去帮助众生 以及怎么样去让众生成佛 所以你都要学 叫一切善法 那这个境界就包含三条 那学处是属于日常生活的 那境界呢 戒律为宜 所以六波罗语 六波罗语叫六仲戒 如果你犯了这仲戒 你就被斩头了 就是你根本不是人 对不对 所以六波罗语 后面会讲到 杀到遗忘 自战毁他 乃至呢 连买卖酒都不行 如果六波罗语 是按照佑菩萨戒经 买卖香烟 买卖酒破菩萨仲戒 各位考虑清楚 因为你喝酒的小事 问题是你卖酒给人家 让别人喝了酒以后 去造业 你为了赚钱 所以是自私的 你喝酒还是小戒 你买卖酒是众戒 因为会伤害到众生 这叫子恶也 就是千万不能去伤害到众生 包括用嘴巴 你嘴巴去说人是非 自战毁他 你去说出家人的过失 公开的 那这些都会伤害到 所以就不能讲 像各位我们一起在受戒 如果在密城叫金刚师兄弟 你回去以后 你家里说快乐吗 我跟你讲 所以我隔壁那一个 实在实在 你完了你破戒了 你在骂你的佛教徒 隔壁那个不是菩萨是什么 所以你都不能讲 哎呀不错好啊 印尼人好啊 对不对 你这样奇怪 为什么这次受戒回来都不会抱怨 你不是抱怨第一流的吗 对不起 我受菩萨戒了 不得说四众过失 你不能讲说 哎呀我那个法师念都念错 唱也唱错 然后呢就开始这么讲 所以不能说 所以不得讲出家在家 种种过患 这个叫布罗伊亚 讲了 斩头 不是割舌头 斩头 就没机会了 所以我想各位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安忍 你要修慈悲 首先要修忍 忍入 嘴巴也要忍 回去贴一个salon pass 我正讲要买 因为晚上睡觉 我嘴巴有时候会打开 他们说日本也可以封起来的 就可以用鼻子呼吸了 所以当然我想实在不容易 但是因为你一讲到对方的过失 那个时候请问悲心在不在 没有了 除非有一种状况 你妈妈的一些缺点 你最爱的儿子的一些缺点 你知道心就痛了解吗 你讲的是为她好 你只是想要帮助她 去告诉医生说我妈 现在怎么办 不能告诉我妈 不能告诉她得癌症 怎么办这样 你的动机完全不是看不起对方 你是为了救她而去找方法 这样就可以 所以菩萨起心动念 要抓得很紧 那当然佛教会制定这些 四条啊六条啊十条啊 这些仲戒 所以免得伤害到对方的善梗 各位这很重要 这个人虽然想要出家 还不能让他出家 为什么 他在一年再出家 他就骄傲 一骄傲以后啊 他就永远没救了 你宁可磨他七年 当他骄傲心都没有了 快快发疯了 那已经把这个傲慢都消除了 你再让他出家 不然呢 他一骄傲以后他中毒了